大家好,午安,是不是请我们这个清扶会主委 请你主委 委员你好 主委,我们清扶会的很多 包括今天要解冻的预算里面 很多都是跟青年就业有关 那为什么谈青年就业,先谈到青年失业 那为什么谈青年失业,我们会谈到青年 刚刚管委员也有讲到的,青年啊 高失业率以外,而且在就业上面啊 这个高学历,非典型就业的比例 是非常非常的显著 这个里面我们谈到青年贫穷 所以我们谈青年贫困,谈青年贫穷 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 除了失业率以外,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 起跑点失去了这个平等 你觉得起跑点怎样失去平等 你会略为依你所见,略为说明 我觉得现在台湾的这个整个 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高学历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的产业结构没有跟着调整 很多年轻人,他们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 会比较喜欢到服务业去 而造成 好,你可不可以减减易干 因为讲了这个太多说 失业率就不要讲了 失业率是最大的问题 我说的是失去平等 起跑点的失去平等 你就直接讲 这里面最重要就是派遣劳力 跟非典型工作的 这样子一个弹性化的一个产生 弹性化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觉得我们清武会 也非常关注年轻人的这一个派遣劳力 跟这个谈心化的问题 好,OK 谈心化是最核心的一个状况 第一个 第二个 失去起跑点的平等 还包括 毕业不但失业 毕业还悲哉 因为高学历 这个高学费政策之后 毕业所带来的债务 让在非典型劳动的薪水 谈心化劳动政策之下 领的薪水这么微薄的人 雪上加霜 所以失去了起跑点的平等 那我要问你 我们弹性化 劳动政策的原因 照于哪里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想这个跟整个全球化 资金的这个全球化有关系 那么很多的企业界 他为了要 节省他的人事成本 开销 他用这种比较弹性的方式 把他自己的核心业务留下来 然后不要这种非典型的劳力 这个讲了一半 就是说企业cost down 人事成本cost down 对 但是我要指出一点啊 在这个cost down的同时 就是贫者欲贫 受薪阶级往下沉沦 但是有另外一半 你没有指出来 叫富者月富 富者的富是从哪里来的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为什么老板将企业的这个 这个受薪阶级 他们亲爱的工人 然后让他cost down 让他们沦为新的奴隶制 没做不贏的 啊做之后也没出贪 一辈子不是因为你不做而穷 是你越工作越穷 穷忙一辈子 这就是cost down 穷者越穷 那我要问你 富者月富的财富是从哪里 移到哪里的 为什么他跟20年前的那个东西 是往两边两端拉锯 为什么富者月富的负是从哪里 这里面很大一个原因 是因为资本利得 很多企业 很多这个 资本利得来自于 对哪里的剥削 因为总体经济就是这些钱啊 钱是怎么流动的 资本利得也是来自于啊 把多资房地产 因为穷人去买那个房地产 钱才能够流动到富人去啊 那整个富人那一块的 富者月富的 除了资本利得 那还是从穷人流去 我要从劳动过程里面 你来回答我 富者月富的 富的钱是从哪里流到哪里 事实上根据统计 事实上台湾的平均年轻人的 劳动生产率是上升的 可是他富的 企业主富的劳动成本是 一直长期以来 没有什么调升 对 所以这里面的差距就是变成是 企业的利润 你讲的太好了我告诉你 因为劳动生产力为什么上升 超时工作 责任制 然后不负担任何成本的这个 弹性化派遣 这几个方面 让我们继续这个产生 更多更大的劳动力 然后富的薪水 因为cost down反而下降 然后再从中间的差价 把它搬移到富人那一群去 所以我们要指出你刚刚讲的非常清楚 我认为你讲的也是正确 富者岳父的富 是从新的清年的 劳动的这一边 搬到老板那一边 所以我要问你再回到根本 如果整个清府会要解决清年 贫穷的这个问题 你觉得核心问题要指指哪一边 要去做改革 当然清府会他的这个执掌跟他的范围 很多事情要跨部会了 就我们的立场 我们希望派遣法要法制化 那这个部分要从保障劳动权益出发 对那你做了什么东西 我要问你 你讲的是没错 但我要问你 你做了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目前 我们至少因为劳委会现在还在 你主动做了什么东西 我们主动提出来修正 三点修正意见 第一点 派遣法第二十条 之二 关于要派单位使用派遣劳工的总额限制 应该要考量各行各业不同需求跟影响 那么请劳委会从保障劳工权益 OK 总额限制再来 第二个 建立派遣单位的评价机制 表扬优良 公布不良 OK再来 第三 派遣的这个法制化 应该要让保障劳工的权益为前提 而且要有一个诱因机制 鼓励企业 从派遣劳力变成长期雇佣 这个东西我们觉得相当不足了 也没有直指派遣的核心了 第一个派遣最为重要的核心是 绝对不能登陆型派遣 一定要是常雇型派遣 即便要派公司不派 你派遣公司还是要付基本薪水 这才是直指核心了 同意同意 这才是长期雇佣 这才是稳定工作权了 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才是核心 可是你这个也没有直指核心 我刚刚问你的问题 也不是在这里啦 我刚刚问你的问题是说 真正的青年贫穷化 新的社会奴隶制的来源 就来自于这些资本阶级 掠夺穷人 超额超时 然后扩大劳动力生产力扩大 结果薪水下降 从这里搬搬走 我们现在看到清福 有没有道德良知啊 有没有这一个破例和价值 你敢去跟所有的行政部门的人沟通 认为啊 根本就不能派遣 而不是派遣要管制 也不是派遣合法化 是 清业主根本不能够把劳动当成商品 这样彻底剥削 他已经够有钱了 不需要在这种劳动这个阶级里面奴隶这样无止尽的剥削啊 根本就不能派遣 主委 反对派遣 而不是要求派遣合法化的管理 反对派遣才是直指核心啊 主委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道德勇气 从我个人 因为刚刚你已经直指了 这个核心就是你刚刚讲了 富者越富的富 是从穷者越穷的这个超时超额 剥削殆尽 搬到有钱人资本方去的 从我个人的立场 我跟委员是一样的 现在经济景气复苏 现在是四求人啊 我觉得应该在这个时候应该要限缩派遣 甚至于停止这个派遣的任用 等到只有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这个时候企业比较吃紧的时候 派遣 我觉得有一个弹性的机制 这是我个人的主张啦 但是你说要完全取消派遣 在企业运作上来讲会有实际的困难 但是我认为在经济景气的时候 应该要反对派遣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现在是应该要反对派遣 那我再请教你 那政府带头用22K派遣 你有没有这个担当和勇气 可以在检讨里面直接就说 我们不能再以派遣的方式 即便你是多元就业 也应该恢复到往日的 直接约聘雇的聘用任用 而不是用派遣的模式 你知道吗 整个派遣政策的始作庸者 而且是大力推进者 而且是派遣业的最大恩客 简单的讲就是政府本身啊 你刚刚讲我在请教你的 第二个核心是 你有没有勇气来说 我们修正22K专栏 这一个方案不可以再以派遣的方式来做 要做很好可以 但绝对不是用派遣的方式 我们会往这个方向去做 但是 婚姻力组织那个派遣 事实上是有点在实习 跟培养它的职讯能力的一个 我们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目的 通通就不能以派遣的形式 因为你明明就可以 一年一聘 约聘雇 或者是这个临时人员 一年一签的形式 临时人员一年一签也可以 约聘雇一年一聘也可以 就是不能够用22K现在的模式 叫做派遣的方式 政府不能一头欺负年轻人 打压年轻人 压低劳动条件 然后一手说我要拉取年轻人的选票 这是骗啦 智商矛盾啦 所以我们认为亲补卫 不是如以行物理在这里啊 舊的业务出来 就弄一弄 糊弄糊弄 应该要更大胆的 更魄力的 在过渡时期要提出政治上的 政策上的建言才是啊 才是代价啊 我们会朝委员的方向努力 好我们是不是请 这个请为座 我们请周院长 有请周院长 林委员你好 院长 大家在讲说 这个故宫 拿这个凤王电视的这个钱啊 这个赞助活动的钱啊 现在我觉得比较核心是 我们要请教啊 应该要将捐献及赠予收入 依法编列到预算里面入账 这个没有规定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做 因为按照现在来说 我们都是只是按照 现在有的法令去做 请问一下什么叫没有规定 难道这不是收入吗 捐献及赠予的收入吗 你们在外面大辣辣的 接受这么多钱 先不要管那个钱 是来自于中资中方 中国政府 我们现在看来说 这个钱 你握有权 来支配这个钱怎么使用 那个权 这个责 然后这个监督的机制 我们就是要求你要依法 包括立法院的预算 中心都认为在预算 评估报告里面都认为说 应该要依法编列来 这个受监督 你觉得为什么不能够 即便你认为 你认为的没有法源依据 那为什么不能被监督 不是不是监督是必然的 监督必然 这句话讲得太简单了 什么叫必然 委员你好时候知道 捐钱不是必然的 所以他什么时候接你也不知道 你还是可以事后也可以放进来 事后放了我们来不及了 所以现在的捐款都是专款专用 进了国库以后 这个他会列明要用在什么上面 然后我们又公开 在网上都有公告 所以这都是按照手续在做 院长 即便你讲的是依法有据了 但是情理不合啦 即便啦 其实我认为你讲的是没有依据的 预算中心我们依据决算法 决算法的第四条第一项也规定 政府每一个会计年度的税入和税出 包括这个债务的举介和前年度的税计剩余的移用及债务的厂丸 全部都应该编入其决算 即便是预算没来不及 决算也应该要编列 受审计部门的这个审查和立院部门的审查 这个要求不为过啦 你光是这一点你都还这么硬拗的话 我们觉得其中必有鬼啦 因为今天关系喔 这个是委员 除非你有鬼啦 否则这个东西要求 我都不谈政治预设 也不谈阴谋论 也不谈其他的这个 意识形态的问题 我就是谈你 要编列 这个编入决算 接受审查 这样子不为过啦 我们希望你下次一定要这样做 接着无心事